救命啊,实在太吓人了 哼小赛罗胆子实在太小了 看我的,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不要再打雷了 我要赶紧回家躲进我温暖的被窝里去 胆子大还是要看我啊 哎呀妈呀,太吓人了 我要赶快回家玩吧游戏压压经 原来光之国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机器 站进去的人就会看到自己最害怕的东西 小赛罗他们都被吓得劈滚尿流,堕荒而逃 赛兔子,你这么胆小赶上去挑战挑战吗 到时候可憋下的尿裤子哦 这有什么的,我赛罗可是光之国无敌的存在 根本就没有我赛罗害怕的东西 我看是你被老黑害怕了吧 你要是不敢挑战,就赶紧回家躲被窝里去吧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太搞笑了,我可是怪兽皇帝 什么恐怖的怪兽没见过,怎么可能会害怕 我现在就去给你打个样 贝利亚一走上去,来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 四周静悄悄的,好像有恐怖的东西 随时都会窜出来,吓你一跳 突然无数的小狗凭空出现 我的妈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狗 我最害怕狗了,不要跟着我呀 太吓人了 没想到贝利亚什么都不怕 就害怕小狗,真是太搞笑了 救命啊,好多狗啊,吓死我了 被老黑,你还是怪兽皇帝呢 居然被狗吓成这样,实在太丢人了 现在让我赛罗来挑战一下 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会害怕的东西 只见赛罗走进去了之后 就发现自己出现在自己的家里 还没等他疑惑呢 身边就开始不停的出现格力乔 然后追着赛罗不停的唠叨 格力乔,你别再唠叨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跟唐僧电精一样,我的头都快爆炸了 原来啥也不怕的赛罗 最害怕的就是格力乔的唠叨 赛罗这狼狈的样子也太搞笑了 没想到格力乔才是他的克星啊 下期还想看哪个奥特曼来挑战 下期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